最近看到新手分享他的老伤 我也想來秀秀自己的千咪 这个角色真的活得很委屈啊 别人的圈角可以乱回一通 打到还有充分的时间接连段 搬运又远伤害又大 我连个半天三颗气都砸了 结果是在帮别人刮杀 纪念组更是悲剧 没有什么白烂好用招 全都是背负风险图经济 打个JP遇到那边顿顿顿的 就知道千咪在大家眼里多可怜 会玩这角色的 要么不是And 就是看到他生难掉的样子 天哪 这曲线简直太完美 不练对不起自己 然后就是悲惨的快打人生了 第一 绝对不要花气连段 我知道这逻辑很反人类 整条气满满不用 是要留在过年吗 找到机会就来个大连段 多少打个伤害啊 但千名花气的技能有个换边效果 虽然用的伤害也比较痛 但这样打半天永远都在场中 只会把机会白白放掉 快打6真正优秀的技能 是要打人还能继续压制 所以我们 第二 钻钻脚跟转转手 我知道这招看起来超废 事实上也真的很废 打中人不痛 被防御就等着挨揍 怪兽跟本廷下运在厕所 但化腐朽为生气也必须靠这招 因为快打一堆绿冲过来 有时没时用钱钱来折你 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踢到墙角了 而钻钻脚就是他们的克星 平常看起来废废的技能 优秀的根本百发百中 缝绿就杀 一招就打骗半个天侠 用再插合更是完美 超快的发招极远的距离 对方只要会空按下去十拿九吻 转转脚我的超人 可是遇到气功怎么办 勇人反而被撞犯 朋友们不要怕 千蜜刚好另一招转转拳 就是气功克星 不只能过破还能接指令计 就算被防住 也是真的能玩打摔者 一秒天脸根本免全的绿冲 所以想用肤浅的招式押千蜜 那是没可能的事 第三点点拳 千蜜这角色就是招看起来都很废 但杀招隐藏在里面 点点拳绝对是必修神迹 非常简单 跳一点站一点 只要靠近就是点 因为千蜜空中清拳的时候 出招效果意外持久 很容易达到人 虽然伤害不高 但对方是连拳头的出不来 等于是用梅花山 赢过人家的黑头A 站点拳更是恶心 在会到第三下之前 都有时间变招 突然换成帅或者跳起来 六成以上的人反应不过来 打中更好 直接连上钻钻脚 继续往墙角推 只要命中两次 就可以使用终极杀招 动力冲击 相信我 快靠近墙角时用这个套路 到了大师还是很容易打中人 打到之后正是紧墙角 恭喜你已经赢了六成 第四观测处 千咪前面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此刻铺陈 他超快的走速 根本强烈人世的恶梦 对方倒立时 他毕竟的前后摆动 硬是可以多晃一下 超难判断这是要摔还是要打 让你每次进攻 都能保持1分的成功率 什么才1分 还以为有多强 各位朋友别忘了 千咪清拳是可以点三下的 所以上去压制的时候 是一场连续的考试 中途的打摔变化 对手超低机率能拆成功 更恶心的这招走到一半跳起来 因为千咪的移动真的太快了 有足够的时间转向 这招就是一个简单的打拆头 命中力高到吓死人 遇到那种爱格党的对手 很简单的就能突破他的防守了 第五 换边连段 千咪攻击简单 防守更简单 因为他的OT招是可以换边的 当你人在墙角 对方其实很有压力 他不能无脑一直挥拳头 你只要被压制的过程凹一下 就换他被灌厕所了 真的是相当过分的角色 第六 打比知己弱的人 我知道 我知道 一定很多人想吐槽 千咪在玩有很多问题 模式太简单了会被针对 但这影片标题就说了 金牌千咪心得 也就是让新手能够快速上手 指导自己能做什么 所以模式越简单越好 会的东西太多 玩的时候反而选择困难 出现发呆的症状 傻傻地一直被修理 所以我才说要打落的 这是很多人的盲点 想说跟高手过招 能够学到更多东西 但两三下就被收拾掉 根本不会有什么收获 而跟弱一点的对手打 才有机会尝试每一招的效果 正确掌握使用的时机与次数 有些东西就是游戏的规则 比方说摔到对方后 我方可以再进攻 跟铜牌打是这样 打大师也是这样 掌握一次受诱重生 那当然是找弱的人来试招啊 除了技术上的分享 我更想讲心境上的 格斗系就是有边际效应 刚开始练成长最快 会了一段排位就会一直升 但到了钻石大师 分数就会开始卡住 此时你可能投资十倍的时间练习 但成长回馈却没有十分之一 以玩乐的角度来说啊 与其苦恋让自己登峰造极 找到同等级的对手 或游往来更加有趣 今天影片就是让千蜜的新手 大致知道进攻策略 若是想在网上我就帮不了了 祝大家金牌快乐 紧情享受千蜜美丽的身体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